天氣熱到受不了 U-bike騎進騎樓躲太陽 但這行為小心 7月1號開始將被檢舉違規紀典 好像蠻多都會 就是跟行人在一起也是蠻危險的 現在比較守規矩點這樣也好 我們不想要在馬屋上跟那些 那麼多的車子跟摩托車去 冒著生命危險跟他們搶車道 那我們才可能必須得騎在這幾道上 月時該提高我們的責任 但是應該相對一點 也要提高我們的權益 7月1號新法上路 北北陶針對U-bike展開祭典機制 包括闖紅燈車道逆行 行駛於人行穿越道 以及未開放棋樓 或者為禮讓行人附載他人 使用手機等等違規行為 通通可以祭典 一次借1點 及滿3點停權14天 7點停權1年 酒駕或獨駕停權2年 車號的話他就可以去 去追蹤當初借的點 然後要去追蹤 交通局除了每月派人到違規熱點檢舉 民眾目睹也可拍照錄影自行搜證 不過U-bike的車輛編號明顯比汽機車小很多 是否因應新法修改有待觀察 目前我們的車輛上在置物欄的前方車架上 以及我們泥除的後方 其實三個地方都有這個車號的 那在置物欄前方的這個車號呢 我們之前也都已經有做了一個放大 那我們在觀察整個民眾的使用狀況 或者是說這點的狀況 我們可以再來討論 就怕違規停權還冒用身份鑽漏洞 未來U-bike考慮